某脱口秀演员的错误言论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其背后的公司不痛不痒的道歉 更是令无数网友更加的愤怒 有人表示他这个段子 并不是在一场表演当中使用的 之前就已经用过 甚至还不是一个人表演的 这就令人深思了 别说什么无心之失 很大可能就是有意为之 很多人说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 可有个疑问 那他为什么这些脱口秀表演 这些演员从来不说一些冒犯 或者调侃日韩和西方的段子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上头不喜欢 上头是谁呢 当然就是这些公司的高层 相关从业者曾经表示 你要想在表演当中加那么一点调侃 讽刺日美的内容 你就要被公司领导教育了 老板告诉你不要说这些东西 该从业者说 这个圈子简直就是烂透了 让人恶心 包括出事的这家公司之前多次翻车 可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低了 所以一直不当回事 可以看出脱口秀这个圈子 从上到下是藏无纳垢 需要大力增改 刻不容缓 这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试探 如果这次放过了 后续会更严重 说日韩 这些公司高层不喜欢 这是不是就说明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一股势力 在有意的破坏咱们的安定团结 破坏咱们的凝聚力 在丑化一些东西 这些脱口秀 说的东西倾向性非常明显 既然自称是冒犯的艺术 那他们为什么只敢冒犯某一些人呢 想想也是 脱口秀 门口低 听众寡 容易被操纵 所以啊 很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或许他们早就在 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渗透 有些玩笑不能随便开 有些东西绝对不能被冒犯 不能被娱乐化 过度娱乐化 过度玩梗 造成的祸害 简直无法想象 真有点搞不懂 为啥有那么多人喜欢脱口秀 一群人听一个人胡砍 你说有啥意思呢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怎么应该怎么办 我们再来 感谢观看